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王喀玛阿 敬礼图灯达尔吉上师 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阿弥陀如来 阿师母 徒登师弟仁波切 丹真嘎措仁波切 各位上师教授师 法师教师 主教唐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在这里也敬礼各位贵宾 各位贵宾在这边参与法会 谢谢 今天我们的传法 是大力金刚 就是大力金刚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里讲一下 现在的时间 是已经快要四点二十 四点二十分 我觉得每一次法会都非常的沉长 法会 在做法会都很长 我们坐在这个法座上的 或者是在底下的同门 都要挨过两个多小时 才能够听到这个师尊 跟大家说法 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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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坐在这里也觉得很辛苦 坐两个多小时 如果是在晚上办法会 那要多到深夜 在下午办法会 一定要到 延到这个 晚上 时间实在是太长 以后法会 一些不必要的奏 不必要的词 不必要的站 应该要统统删除 不要太长时间啦 屁股都做成两半才听法 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有些不需要的 唱的或怎么样的 用念的就好 念的跟唱的一样 根本不必要的 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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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打个睡 没意思 时间拖太长 我再讲下去 更长 所以疑心不忍 让大家在这里呆坐 用简洁的 有次第的 用简洁的方法 尽量的缩短时间 免得我说法很紧张啊 剩下没有几分钟 我要讲什么 那么今天呢 讲的这个大力金刚啊 至远事 这个为人前轰动 还没有讲 就已经很轰动啦 这尊 从来没有的事 怎么会那么轰动呢 就未来一个颜色的问题 有的讲说大类金刚是蓝色的 有的讲说大类金刚是红色的 师尊在书上写的是红色的 为什么你们这个祖庙弄出来的 大类金刚是蓝色的 大家讲来讲去 我都还没有讲 那你们已经讲了一大堆了 那叫我讲什么 在网路上已经吵来吵去 哇这个讲这个那个讲这个 什么是蓝色的红色的 要怎么样子 一大堆我都还没讲 其实大类金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一个金刚神 如何特殊 大类金刚在藏密 在西藏 是有人修 少数 很少也不出什么不出名的 不是很出名的一个金刚神 但是这一尊我们 出过了school的大类金刚不一样 跟藏密的不同 藏密里拿的不是棍 而是权杖 是权杖 阎罗王 阎罗法王 也是拿的是权杖 这尊拿的是棍 从来没有佛像有浮沉的 我们这尊是拿着浮沉的 如果有拿浮沉的 很少 在藏密的 可能是很少 因为他本身啊 是阿弥陀佛 姚慈金木 跟笑面鬼王 大力鬼王 三神合一的 这个只有征活中才有啊 我都还没有讲 底下的人已经讲了一大堆了 浮沉 就是姚慈金木的浮沉 大力 这个金刚 本身就是大力金刚 它的顶上的来源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生红色 我在书上写的是红色 为什么造出来是蓝色 因为它有两个 功用 一个是敬爱的功用 是红色 这里有一尊红色 红色的大力金刚 这里有一尊蓝色的大力金刚 阿弥陀佛呢 在上面 我讲的是鼎式 所谓鼎式啊 有两个 放的方法 一个是唐卡 唐卡呢 你大力金刚在底下 那么最上面的一尊 也就是它的根源 就是阿弥陀佛来 在上面 这个就是鼎式 鼎式 师尊经常顶式做四个上师 是两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王喀玛巴 图登达尔吉上师 如果顶式 便不是秀在五国关上面的顶式 而是 它在西空上面的传承 西空上面的 这个就叫顶式 也有顶式是这样子讲的 它是秀在 五国关上面的 像五国关上师的象征 上面有五佛 那其实 我为什么要用蓝色的 蓝色的原因 主要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降伏的作用 降伏的作用 那告诉大家 这一尊 只有 别地方没有的 仗义是没有的 同样有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的大力金刚 是 这一尊是非常特殊的 代表着传承的 今天 你们看看周围 没有来的上师 没有来的上师 跟红法人员 没有来的红法人员 今天如果有红法的上师 或者红法的法师 红法的教授师 红法人员 他们本身没有来参加这个的 他的传承 已经失去一半 他传承已经消失掉一半 剩下一半的传承 以后再来补 我告诉大家 今天的灌顶 谁 以后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这个讲师 这些再来以后要补 这一尊大力金刚的 把我的箱带装满 一个人 通通要装满再来 通通要装满再来 一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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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带要装满再来 这是以驾制量 你不尊重传承的大力金刚 这一尊是传承的大力金刚 有瑶慈金母跟阿弥陀佛 跟所有大力的鬼神在里面 这个金刚神在里面的 这是传承的一尊 你不要这个传承 你没有来 我要讲 无缘无故 你可以来 但是你不来 你是不尊重法 不尊重这个法 我已经讲过了 不尊重这个法 传承师期一半 它是叫做伴上师 以后你们可以称他为伴上师 不是真的上师 只有一伴而已 法师也是伴法师 讲师也是一样 伴讲师 因为你没有来 跟你讲 你如果说 哎呀 我没有钱 我没有办法去美国 可以原谅 到时候你讲出原因 都可以原谅 你有什么原因啊 刚好那天 宝贿的时间 你爸爸生日啊 要祝你爸爸生日 那可以原谅 你妈妈生日了 可以原谅 你爸爸妈妈离婚啊 那么从 也可以原谅 那你爸爸妈妈再结婚啊 也可以原谅 这些重要的 你今天要出去跟人家签合同 刚好就是约在那一天 可以原谅 很多事情都可以原谅 所以对今天要不要 不用装一个箱袋的 一粗箱袋 有一粗箱袋 不用装一个箱袋 不要装一个箱袋 突然可以原谅 不用装一个箱袋 一粗箱袋 一粗箱袋 就对了啦 如果今天没有到场的 无缘无故的 沙头 大安威啦 沙头很严重啊 太陶 太陶的西陶罗啦 西陶罗 跟你讲这一尊很重要 你藐视这一尊耶 藐视法藐视这一尊耶 那是摇之金母耶 你藐视摇之金母 藐视阿弥陀佛 你藐视大力金刚 你是弘法人员 你还藐视的话 其实沙头 沙头几个都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实在是上师太多了 法师也太多了 所有弟子也太多了 所有弘法人员也太多了 现在是不惜沙头 以后就开除啦 直接啦 直接开除啦 给他们离职算了 让他们在外面去服务搞不干我们的事 另外这个为什么是蓝的 因为有蓝色的 它有降服的作用 有红色的 它有敬爱的重用 甚至还有黄色的 有征服的作用 还有白色的 有亲近的作用 不只是摇之金母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金黄色 一个是白色 都可以的 蓝色也可以 也对 红色也对 黄色也对 白色也对 通通都对 没有什么好吵的 师尊是大白莲花童子 那就一定要穿白色的嘛 今天我也穿蓝色的啊 衣服可以脱来脱去的 可以变化的 佛菩萨就不能变化吗 哪里有这么固执不通的人 跟你讲顶事 便不是说秀在观上 当然也有秀在观上 观世音菩萨也有 他的观上面有阿弥陀佛的 也有没有的 对不对 但是他的根源还是阿弥陀佛啊 大家稍微想一想 莲花生大事是什么 是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如来 观世音菩萨的三身合一 我们的大力金刚 是阿弥陀佛 姚之金母 跟大力金刚的三身合一 只有初步才有 今天你不尊重大力金刚 不尊重这个法 无缘无故的 不尊重大力金刚 不尊重这个法 而且师尊在办法会 你在别地方办法会 这早就跟你讲过 师尊办法会的时候 你就隔一天也可以 让他也可以 让他也可以 你今天也办法会 抬逃 没办法啦 因为我们弟子太多了 不淘汰 淘汰啊 不行啦 以前借力太松 以后借力业的业员 今天如果办别尊 我不讲这种话 反正到时候 就给大家灌点 这个到那哪里 都还可以灌点 所以不要讲 今天是大力金刚 是有瑶珠基姆在里面 是有阿弥陀佛在里面 是有大力金刚在里面 三身合一的金刚神 你不尊重 就是不尊重传承 可以get out 好了 他的手印呢 就是奇克印 奇克印 这两个手印 所有的 一切的 这个也就是奇克印 也就是愤怒印 愤怒印 非常生气的 因为是大力金刚 又有奇克印 所以今天我就非常的愤怒 愤怒 所谓愤怒呢 就是结这个手印 就是奇克印 就叫奇克印 大力金刚就是奇克印的 另外呢 他的这个咒语 这个也是 厚日 厚 几乎所有的金刚神 藏密的五大金刚 喜金刚 密集金刚 生乐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方化王金刚 的种子日 全部都是厚日 种子日 全部都是厚日 他的咒语很好记 Om Mahabharaya Soha Om Mahabharaya Soha 我们西雅图 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勒 巴勒 巴勒 我第一次 1982年6月16号 进入这个美国 移民到美国 然后呢 我第一个住的地方 地名 就是西雅图的巴勒 巴勒 巴勒 巴勒的黄文叫什么 叫父法 巴勒就是父法 那时候 连伙上师 连士连祖 三位上师站起来 他们的家也在 就是在巴勒 那我是请这个 这个连祖上师啊 先给我买了一个house 那时候的一个房子才八万 才八万块 一个房子 一个house才八万块 是house 还有土地喔 相当大 才八万块 请坐 三位上师请坐 南美国的时候 受到三位上师的照顾 这个 当初他们住在巴勒 就在巴勒地方 就很好 因为是巴勒 这个 我记这个咒语 非常清楚 Om Maha Paraya Soha 巴勒 那时候 住的地方 离这个撒迦寺 非常的近 我在那里 在Green Lake 拜了一个师父 就是撒迦正控上师 就是撒迦正控上师 基于这个缘分啊 我非常感谢 我当初的时候 第一个来的地方 住的就是巴勒 非常 这个也是缘分 住在护法的地方 护法的地方 那么他的咒语就是 Om Maha Paraya Soha 另外他所持的 他有四个手臂 一个手臂啊 Juna Soha 这个金刚棍 打棍的棍 好像是打鼓的 稍微长一点就变成棍 一只手拿浮沉 浮沉什么作用 就是清净的作用 清净的作用 棍是什么作用 就是把人打分的作用 这个金刚锁 一只锁拿金刚锁 这锁是什么作用 就捆绑的作用 很简单你就可以意会到 对于好像是说 犯戒律的弟子 没有忏悔 也不懂得悔改 也不懂得日省 每一天要悟三省悟生 孔子讲的 三省悟生 你都要想一想 自己所讲的话 所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也不悔改 也不想 拼命换戒 这个一棍子把你打分 这个达力金刚 一棍子把你打分啊 用这个绳索啊 帮你绑住 就拉到无奸地义 就下无奸地义了 下无奸地义怎么办 怎么叫无奸 叫实无奸 地义还有让你喘气的地方 那不叫无奸 那是有奸 让你痛苦一下 又恢复原来 又恢复原来 所谓无奸 就是苦无奸 痛苦没有中断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会有病痛 痛起来像牙痛 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人命 但是它毕竟是有空档的时候 你痛一痛又好了 痛一痛又好 所谓地义的无奸 地义是苦无奸 永远的痛 还有空无奸 什么叫空无奸啊 有没有想到啊 什么叫空无奸 反正你这个地义 存在的时候 你永远在那里 而且你看的 整个地方全部都是你 不会有别人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受苦 这叫空无奸 而且每一个床 每一个地义的床 地义还有床让你睡啊 每一个床上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叫做空无奸 痛苦无奸 食无奸跟空无奸 那种地义叫做无奸地义 在地藏经里面有写到 这个义啊 有一天这个地义结束了 还送你到别的地义 这个地义又回复了 你又回来这里 就是空无奸 所以千万不要换戒 一定要深口意清净 杀盗淫忘酒都不可以 喝酒不行 不行 杀生不行 做强盗做小偷不行 邪淫不行 讲假话骗人不行 你骗人 讲粗话 讲恶语 都不行 连喝酒也不行 喝酒包括毒品 佛教的戒力很重的 一切的发展 菩萨戒 一共有两百多条 三百多条 比丘比丘尼戒 也一样 都有几百条的戒力在那里 你自己好好每天的看一看 大力金刚啊 金爱法怎么做 难道也把棍打分了吗 金爱法 你喜欢那个 你修法修成就了 我喜欢那个 然后 你稍微轻轻给他打一下 他弥服了 他就爱上我 然后 用金刚锁给他绑 金刚锁 把你的对象给他绑住 绑回家啦 跟你结婚 这个就是金爱法 这个就是金爱法 一个是打得很重 用绳子绑到第一 一个是打得比较轻 让你稍微昏明 你就爱上他 然后再把你绑起来 带回家 那里面就结婚 那就是金爱法 不然怎么讲 这个佛城 就是你忏悔了 你要是金母用佛城扫你 变成清净了 你可以往生到佛国净土 齐克印 就是愤怒印 它有四个手背 就是四个 三种法器 一个齐克印 那一样要有这个 我们密教里面同样讲到 刚开始修法的时候 有七个次第 七个瞬息 七个瞬息 也就是所谓大礼拜 大供养 四归一 四五亮星 披甲附身 忏悔 这些一共有七种 一共有七种 这个一定要做 做完以后做观想 观想是怎么观想呢 你就观想 大力金刚的身 由凡日的半日生出莲花 莲花中有日轮 日轮中有红色的 烘日或者蓝色的烘日 黄色的烘日 然后由烘日放光 献出大力金刚 那么跟我讲的 你请了哪一尊大力金刚 你就观想哪一尊 身为浮脾琴 顶在是日光的阴落 日光阴落 是白色的 非常白的 五个 五个 顶在日光阴落 上面是阿弥陀如来 最上面是阿弥陀如来 那么这个顶式是讲说 汤卡里面 你大力金刚上面 最上面如果有秀的话 你就是用阿弥陀如来 这一尊啊 像宝石一样的 红色的像红宝石 蓝色的像蓝宝石 黄色的像防宝石 白色的像钻石 白色的像钻石 我们的修法 先观想 后持咒 在观想当中 又锁上要结印 结印代表身亲近 观想代表意念亲近 持咒代表可亲近 用三个亲近法 跟大力金刚合一 你修法就成就 他成就的威力 有降伏的威力 另外呢 还有敬爱的威力在里面 刚刚讲了 阿世尊要讲降伏 就是这样子 如果今天 你也在办法会的上师 杀头 杀头不是那么严重的 辞职而已 你不是上师 不是金刚上师 注意了 你已经不是金刚上师了 以后不要再穿 金刚上师的衣服 不要再给我带国关 你要带给别人看 不要带给我们 生活中的地址看 讲清楚了 听到没有 早上到鱼市场买鱼 结果 这个顾客就问了 老板 这个鱼怎么卖 老板讲 一斤要四百五十 五十块 顾客说 太贵了 太贵了 老板 手指着一边 旁边的一个鱼 他讲说 这个是只有五十块一斤 顾客问 那这个鱼是死的吗 那这个鱼是死的吗 老板讲说 当然是死的啦 客人悬贵 没有人买 老板是这样子讲的 也就是他去买鱼 他很多佛鱼 那佛鱼比较贵 那死掉的鱼比较便宜 那顾客问老板 说 这鱼怎么死的 他说 因为没有人买 所以气死的 今天师尊还活着 已经不错啦 不然我已经被 被这些那个红法人员 差不多快气死了 气死就不值钱了 好 我们生活中很严厉喔 会越来越严厉 会来越严格 脱下你的五合观 讲了 以后有不对的 脱下你的五合观 没有第二计划 你要自己出去外面搞黑帮 随你 你要搞什么帮随你 生活中不会承认你 讲一句话 以后自己再搞花样的 换戒的 搞花样的 你们出去搞 出去做你们的 不用留在生活中 不用留着 拍摄 星期天 有一个小妹跟爸爸去动物园 看了狮子 他们到了狮子馆 小妹很高兴地一直问 问这个问那个 她突然间显得不安起来 爸爸问她有什么心事 小妹讲 爸爸 我有点怕 如果狮子跑出来 笼子把你吃掉 那我该坐几路的公车回家呢 这个就是轻重不分 轻的跟重不分 那今天的tubura school 要分轻重 你犯的借重 马上叫你 go ahead 去你的头 go ahead 不是去你的头吗 去你的头 你走 我随便你 你要做什么就随便了 初步了不要留你了 轻重不分 你轻的还可以原谅 重的 绝对叫她走路 小王开了家棺材店 一个人到她家里看货 老板 这棵棺材和那棵棺材 价钱相差一半 可是细看之下 没有什么 不同啊 小王听了 就打开棺材 对那个人说 请躺到里面试一试 跪一辈的棺材 睡起来舒服多了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死了都一样 但是亲众有别 你的灵魂呢 我们佛教讲中阴 就是讲灵魂 你的灵魂呢 是不是往生到佛活尽头 那就舒服多了 你到了地狱 你就痛苦多了 不在于物质的表面 你要求什么 佛已经跟你讲了 在《心经》里面讲了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斗 因为你不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你才能够成为菩萨 菩萨就是因为无所得 他知道世间是无所得的 他可以牺牲自己为众生 这个才叫菩萨 菩萨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不是为众生啊 而是你抢众生的 你抢众生的钱财啊 你既然抢众生的钱财 那你能够怎么舒服呢 怎么能够舒服呢 你心里要懂得这样子 你的心啊 必须要懂得制衡自己 不要贪求无厌 不要去贪求无厌 你能够 让你的法事办得顺利 弘法能够顺利 你见你的雷仗事 都是可以的 起之于众生 用之于众生 这是可以的 你起之于众生 用之于自己 不可以的 很简单跟大家讲 这些理论 这种理论 大家一想就清楚 你今天做了弘法人员 你是在抢众生的财吗 还是用众生的财 去就顿众生 这一点要先想清楚 用众生的财 去救度众生 这是可以的 抢众生的财 用在自己身上 是不可以的 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了 今天等于是在谈戒利 告诉大家 这个大力金刚 本身就是戒利的神 戒利的金刚神 把你打分啊 你这个混蛋 就把你打分 用绳子把你绑 到无间地义去吧 食物无间空无间 这个是 连出去都不可能 连转世 到了无间地义 连转世都不可能 师尊看到了 我到了无间地义 看到了几个戴五国关的古罗 坐在那里 都是真活中的弟子 地义里面 特别为真活中的 弘法人员设了一个地义 有几个都是古罗 带着五国关 在地义里面 我告诉你哦 也有人陪我去 生活中的弟子也有人陪我去 都看到这个景象 你看这几个上司 全部在地义里面 带着五国关 不要以五佛注顶 以五佛注顶来借口 五佛不能够注顶 五佛要注在你的心 顶上 中央必如这那佛 眉心轮 猴轮 阿弥陀如来 心轮 阿出如来 祭轮 宝生如来 宝生如来 秘轮 不空成就如来 你这五个如来 有没有实实在你身上 如果没有 你带五佛关也没有用 有两个女人各自夸奖自己的丈夫 贾说 我丈夫本灵很大 游泳的时候能沉入水中 两个钟头 不把头落出水面 姨 讲 这有什么神奇 我的丈夫本灵更大 她是去年沉入海底 到今天还没有出来 告诉大家 换阿借 大力金刚的浮沉 只要它浮过你的身上 你就变成清净 因为你有反省 你有忏悔 既往不救 我们以前讲的 台湾以前有一个口号 尾谍自首 既往不救 有没有救就不知道 好 不过这个一扫 它就变成清净了 那倒是浮沉 因为你 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忏悔 十年后衣 你这个衣服十年没有洗 一朝得业 便是清净 十年的旧衣服 十年的旧衣服 已经很多的飞沉 但是一朝得业 就是清净 不管你患得最多生 只要浮沉一大 一扫 它就清净了 就能够浮出水面 就能够浮出水面 这两个都是犯戒的 夫妻两个都爱喝酒 有一天 藏路对他的妻子讲 我们两个天天晚上都去酒吧喝酒 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得节省点过日子 可是怎么节省呢 藏路讲 怎么节省 很简单 从今天起我一个人单独去 你不用去 这个当然 喝酒是犯戒的 喝酒是犯罪的 吸毒是犯戒的 吸毒是犯戒的 因为他会麻醉你 会让你上瘾 会让你不能够 挟支你的开笑 所以吸毒是犯戒的 包括烟 烟 烟 让你没有办法修内法 烟也让你没有办法修内法 烟也让你没有办法修那个 我们看看那个香炉 每天烧一根细细的 你再把盖子 那个卧炉 你再把盖子拿起来看 里面完全是黑的 黑色的 还滴着油呢 还滴着油呢 你看 都把你的气管整个通通都熏黑了 还滴着油呢 都快塞住了 也不准吸烟 不准喝酒 我看吸烟喝酒的都已经走了 不能够吸烟不能喝酒 不可以吃毒 这些都是不好的 这个人问爸爸 爸爸问儿子 你能指出啊 两只小鸟当中哪一只是麻雀 哪一只是燕子吗 小鸟讲 我指不出来 但我能够说出来 爸爸说 你说说看吧 儿子讲 麻雀的旁边一定是燕子 燕子的旁边一定是麻雀 我讲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啊 不要清净污染的人 到时候分不清你是燕子还是麻雀 我们中国的原语当中有 敬刺则 敬珠则刺 敬墨则黑 不是他来污染你 是你去给他污染 当你自己认为说 我已经修行得利 我定力非常好 好吧 你接近污染的人 久而久之你就受污染 所以密教也有一条规律 密教里面有一条 对于患戒的 你跟他走在一起 你会变成患戒的 所以有隔离 有隔离 因为你这个患戒的 你会传染 传染别人 传染给别人 所以千万不能患戒 也不要跟千患戒的人在一起 除非你是大力金刚 你已经有了定力 你有power 我永远亲近 我去你那里 就是要杜瓦你 否则呢 全部拖入地狱 你是一个患戒的 你把所有的生活中的地址 带进患戒的陷阱里面 全部跟着你走 那就是 完了 不要太耗民 生活中的上司 不要太耗民 不要太耗力 耗力不可以 耗民不可以 更不能好色 你的功力够吗 你功力够 你可以 你能够超越 顿操可以 你功力不够 一起下地狱 这是借力的问题 这是借力的问题 西医啊 是讲治标 中医讲治本 中西的和弊的话 就是自成标本 好像我们今天 这个人练剑 练剑 从你练到有一天你成功了 那 人跟剑 能够合一的 就变成贱人 这个就是污染啊 这个就是污染啊 你被污染了 你还不自洁 我们不分别 所以我稍微简单讲一下 我们不分别 两种衣服 师尊讲过 一个就是 穿禅衣的 穿禅衣的 上师是穿禅衣的 你穿禅衣 很好 没有错 很好 阿哈亚在哪里 连海上师 站起来 刚好在隔壁 他是穿戒衣的 他是穿戒衣的 两个都可以 穿戒衣 我讲过 你喜欢穿禅衣 你就穿禅衣 你喜欢穿戒衣 你就穿戒衣 你们喜欢就好 对不对 这个只是表面上的 一个是戒 代表着戒 因为一格一格的都是戒 穿戒衣的 表示说我守戒律 穿禅衣的 表示我会禅钉 穿禅衣的 穿禅衣的 表示我现在在斜禅 我天天入山昧地 穿禅衣 都可以的 好 请坐 这个穿戒衣的 不可以批评穿戒衣的 穿戒衣的 不可以批评穿戒衣的 戒非常重要 那佛陀在言及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以戒为师 将来我不在了 怎么办 以戒律为师 他用戒律 做他自己的师父 因为由戒 才能够产生定 才能够穿禅衣 但是这个也规定了 因为在藏命 都是穿禅衣 他没有穿戒衣 在中国佛教 都是穿戒衣 都是穿戒衣的 都是穿戒衣的 没有穿禅衣的 这个不可以互相批评 像 金刚圣 大圣 小圣 都不可以互相批评 你修尽 修力 修金刚圣 修密教 修禅 都可以 那都是佛法 通通可以 不可以互相批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好 老婆把钱管得很严 家里有保险箱 密码只有她知道 有一天急着用钱 向老婆申请 老婆批了 这个 批准 那么这位先生就跟老婆问 密码是多少 老婆说 我们出文的日子 这位先生不敢再继续问 只好找朋友借钱 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啊 要大家记住 所有的借力 你出家众 所有的出家众 有出家的借力 在家众 也有菩萨借 也有菩萨借 回去好好地看你的出家借力 回去好好地看你的 在家的菩萨借的借力 你以为 好啊 我喜欢受五借 八借 十借 然后受更多的借 受到最后就受菩萨借 菩萨借是很大的借 两百多条 好好回去把这个借力背起来 你不要换了 说我不知道那是换借啊 回去好好把它背 背好 记在脑海里面 做什么都不可以换借 我们这个大力金刚 是借神 大力金刚神 是借神 我今天特别要讲的 他的头发竖起来 金色的上面绑掉 用蛇就绑 也就是等于说用龙 印度人把蛇都看成龙了 用龙去把它绑起来 捆绑起来 绑起来 当为庄严 那么 这个 他的这个右脚左脚 就跟金刚神的荔枝是完全一模一样 右脚左脚 他穿虎皮裙 虎皮裙 穿虎皮裙 昨天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简讯 要我尽快把钱汇入某个银行的账号 一时无聊啊 没事 顺手他就回来一个简讯还给他 已经费了五十万 请查收 结果今天收到回复 都跑了银行三遍了 还没有收到你的钱 你是一个骗子 我告诉大家 在这世界上诈骗集团很多 尤其台湾民产 他现在是台湾民产 几乎在世界各地所抓到的 全部都是台湾出来的诈骗集团 台湾现在出产的诈骗集团 别的没有 这个生产力没有增加 生产力没增加 那诈骗集团倒是增加了 增加很多 而且都是出国 都是到世界各地去诈骗 我们生活中 Truvular School 是真佛 政府特别强盗 不是特别强盗 特别强调 特别强 是真的 是粗不辣 因为师尊所看见的是真实的 听到的也是真实的 当初的时候我讲莲花童子 没有人性了 根本就没有人性了 说什么莲花童子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佛号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过 不是菩萨嘛 菩萨就叫童子 是菩萨哪一方面的菩萨 现在LA的莫高窟 莫高窟 它就有莲花童子 而且结的手印啊 跟师尊的手印完全一模一样 一只手收法印啊 一只手持莲啊 都是莲花童子 都是莲花童子 这个甘肃林下 还有兰州大协 他们还在做莲花童子研究呢 他们直接就称莲花童子 莲花童子 三一四这个酷 三一四酷 就称为莲花童子酷 还没有莲花童子的时候 我就已经喊了四十年 现在终于证明 确实是有莲花童子 不清楚我讲的就是真的嘛 我告诉你喔 这一尊大力金刚啊 是莲花童子的新旋转 所出现的金刚 里面有姚思金母 有阿弥陀佛 有大力金刚 我手上有个大力金刚号 大力金刚在我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上 有一个金刚号在这里 一个金刚的形象在那里 非常的清楚 这个车轮柄 没有车轮 我可以忍 太阳柄里没有太阳 我也可以忍 老婆柄里面没有老婆 我可以忍 这个夜柄里面没有月亮 我可以忍 这个 baby oil 这个 baby oil 没有 baby 我可以忍 但是呢 胸罩里面没有胸 就叫我怎么忍 哈哈哈 告诉大家 佛教如果没有借力 你们怎么忍 佛教如果没有借力 就是诈骗集团 佛教因为有借力 佛教因为有借力 才不是诈骗集团 今天生活中必须要提倡借力 每一个哄法人人都要提倡借力 如果没有借力 就是诈骗集团 你不守借力 就是诈骗集团 很简单的 怎么忍呢 到最后 老子也会发脾气啊 师尊七十二岁了 也算是老子 老子也要发火 人无可忍 凶罩里面没有凶 这怎么忍啊 这怎么忍啊 所以我们出佛教 以后出去 所有的弘法人出去要讲借 把生活中的借力拿出来读 重新再读 生活中借力有呢 有小本的书 小本的借力的借本 出去就要讲借力 你自己不但要守借力 也要教你的弟子守借力 这是很重要 今天出来的大力金刚 其实是借力的金刚神 借力金刚神 他的修法仪轨 我们中国中的弟子都很清楚 你只要一个咒语 奥 用马哈巴拉亚所号 一个身相 你观想 你要做敬爱的 观想红色 要做降福的 观想蓝色 要做亲近的 你观想白色 要得福得利的 你观想黄色 这样应该了解了吧 谢谢大家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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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家的儿子 本来在能饮店打工 后来到农药店当营业员 没想到当天就被lay off 就被炒了 邻居问他儿子是怎么回事 邻居的儿子讲 顾客买了瓶农药 我顺便就问了他一句 要吸管吗 在能饮店打工 这是习惯 这是习惯 告诉大家 饭戒会成为习惯 而且越饭越大 越饭就越大 大家知道不要饭戒力 不要饭戒力 而且越饭就越大 是不好的 那时候 这个 跟人家讲说 我们正宝中是戒力犯善 实在是很不好听 因为师尊从来不太管 中委会也无法管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警察 也没有公安 没有警察 没有公安 也没有法院 也不能判解 一切都是什么样子 自由心正 你自己晚上在谈诚面前 你自己要想一想 我这样做对吗 有时候要想一想 我这样做对吗 不对的就应该要改 因为他是借力神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借力 借力金刚神 但是我不是叫大家说 你这个当上师的以后呢 不可以给人家好像出去弘华 你自己的要建庙要建事 你需要金钱 你可以取之于众生 用之于众生 这是可以 还有你自己也要生佛 和尚就是靠发言 和尚就是靠发言 跟众生发言 然后你要赐福给众生 你画了人家的言 你也要赐福给他 你也要奖金给他 你也要帮他念佛 帮他持咒 画了众生的言 画众生的言 你要把自己的福分 还有自己的这个佛礼 要传给众生 这个才是互相的 互相的 并不是叫你那个 只有付诸 只有付诸啊 当这个以前副总统讲的 无敦义讲的 我们尊义到雷尚寺来讲 我们要够付诸 也要够不诸 这就是这个道理 邪佛 但是也要 也不能说 我邪佛了以后 我什么都不管了 那这个 你什么都垮 邪佛不成 早是饿死了 进来吃个饭吧 否则我们两个都会饿死 这是餐厅老板留的 进来吃个饭 不然你饿死我也饿死 记得哦 这是互相的 你从众生那里拿到了钱 你用之宜众生 我一个指额都不留 这才是正确的 讲了多久了 一个小时了 怎么没有人拿牌子给我看 我不能讲得太久了 好 这个 表哥准备出国留学 他去大使馆申请签证 这个考官问他 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小哥本来是要讲两千年 结果一开口就脱火而出 讲两千年前 没想到这个大使馆的这个 这个人竟然 哦啦一声说到 啊那你是孔子的学生呢 不要扯得太远了 这个反正今天讲戒律 大家知道 以后 把这个 出家的戒律 生活中的戒律 拿出来读一读 免得换戒 换了戒的 就是要忏悔 忏悔呢 给你用浮沉 给你一扫 你就清净了 有时候 你忏悔的时候 会出现戒相 戒相出来了 一切都圆满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Omari B'Hom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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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